基隆外海的北方三岛海域是台湾重要的渔产来源 但是日前是传出有锋利发电厂业者的圈地规划开发 甚至已经将相关资料都送交给经济部这边要做审查评估 当地渔民知道之后真的几条角 因为这渔场跟开发区域是重叠的 所以当地的生态还有渔民的生计 未来恐怕都会面临到威胁 包括就连基隆市长林又昌都发文回呛说 想都别想呀 新鲜渔货满载而归 台湾重要渔货来源北方三岛 现在可能面临重大危机 戏场叶片高空旋转 风力发电机雄伟壮观 但却可能威胁水面下珍贵渔产 根据封电业者宋审的开发计划 俗传北方三岛 彭家雨花瓶雨棉花雨周围 北海岸及东北角海域总共规划三处封场 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 但这片海域渔货量占了全台近海渔业 三分之二是北台湾最大渔场 几乎我们一般市场上 食用家庭食用的渔业品都在那个场 只是一年四季有不一样的东西 台湾目前的挖移船都是靠那边在生活的 那是海域那是渔场 如果要盖的话你们反对 绝对绝对绝对 绝对要抗议的 记者说要抗议就是不满政府 让封店业者先圈地选址再送审还评 就连基隆市长林又昌都跳出来抗议 从来没有听过厂商来 这个跟市政府来谈这个事情 也没有有任何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案件 我们的一个立场就是表达反对的一个意思 那所以也不用来谈 直接对业者喊话不用谈了 北海岸渔场经济命脉 虽然还评还没有通过 但愚民愚会当地政府一致反对 经济部必须审慎评估 记者黄玉杰叶向元采访报道